在地方民眾以及學校的參與下 中療影之聲活動熱鬧展開 爽文國中國樂團也以國樂演奏為活動開場 現場還有各式的工藝DIY體驗 隆安數位學習中心也一起加入 呈現在地的產業特色 這個活動舉辦得很好 又可以讓我們更了解中療鄉 然後還有爽文國中國樂社的表演欣賞 基本上很喜歡這種大自然的環境 所以像這個龍鳳瀑瀑這邊 我們也會有機會的話會常來這邊造訪 蠻特別的而且第一次參加藍布這種活動 而且剛剛有小朋友在 就是國中生在表演他們的音樂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民眾反應還蠻踴躍的 特地從外縣市過來 然後有大自然 然後又可以做這個 有自己的頭像的鑰匙圈 他們覺得很有紀念價值 中療鄉張平熙文化藝術協會 近年來積極推廣中療生態與產業 獲得許多在地青年的迴響 紛紛加入推廣的行列 這次協會第二年舉辦銀之聲活動 希望大家感受中療的活力 年輕人或者是像是比較有資歷的工藝師 就是大家都可以串聯 就是一起來幫這個活動 然後在活動過程中 就是我們有可以互相討論 然後也可以就是互相交流 所以我覺得是很棒 就是整體下來的話 就是不只是對地方 就是對我們自己 然後青年或者是產業都有很大的幫助 就是想說藉著在地的文化藝術 來看看能不能帶出產業的發展 那產業發展以後 是不是我們的年輕人就可以回鄉來就業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 藉著這一次這樣子 看看我們還能夠再做些什麼 在導覽人員的解說下 民眾了解在地的生態 為了不打擾環境 出發賞營之前還發送紅色的玻璃紙 希望能夠減少燈光 對於螢火蟲造成的危害 這邊生態非常良好 但長期大家都忽略了 那會用到聲這個姿勢 因為我們希望用音樂會 來跟螢火蟲做搭配 那讓它是有生態也有音樂 那同時我們也有工藝的課程 讓它是一個很療癒性質的工藝遊程 在音樂表演的襯托下 在地生態環境更顯得優雅 老農更是以農用搬運車載著音樂家出場 視覺的衝擊更是讓大家 對於中療留下深刻的印象 記者張東仁 中療鄉採訪報導